这是一个毫无隐私的社会 未来世界政府往人类的眼睛里植入了一种晶片 从此所有人的视角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你一天的行程将会形成数据 备份上传至云端 个人资料公开透明 只要作为政府人员走在街头 你面前的人是谁 年纪多大 来自哪里 都会一一呈现在眼前 如此一来虽然犯罪率下降了不少 但人们不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生活 因此一帮名为匿名者的黑客团体崛起于地下 他们奉行隐私至上的原则 通过黑入别人的晶片 擅自篡改自己和他人的数据 公开和政府叫白 萨尔是一名警探 对于他这种公务员 了解别人的隐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很多时候表面上说是探案 其实就只是看看录像 有罪没罪滑滑进度条便值 但这次他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视力连续发生极起谋杀案 受害人的最后视角都被篡改成了凶手视角 很明显这就是那帮黑客所为 萨尔联想到在室内巡查时 曾经看到过一名女子的身份显示为不明 当时他以为是系统错误没有多想 可现在一查 好家伙 凡是看到过那名女子的所有路人 云端数据全被篡改了 因此警察完全查不到他的资料和记录 萨尔也把他当成了重点嫌疑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 萨尔发现那群受害者在被杀之前 确实与黑客做过交易 目的是抹去自己记录中的违法行为 虽然不知动机为何 但就目前看来 这帮黑客是想要杀客户灭口 于是为了引诱凶手出来 萨尔亲自伪装成客户 他让局里的技术人员修改自己的记录 把自己伪造成一个出轨的金融大咖 他找到那名女子 声称想抹去跟机女鼓掌时的记录 女子没有怀疑 直接上手抹去数据 把那晚的鼓掌行为 换成了萨尔独自欣赏夜景 而正是趁与女子相处时 潜伏在旁边房间的同事立刻动手 找到了女子的网络登录点 这帮技术专家 声称是帮警探萨尔监视黑客的 他们黑进黑客的视角 成功看到了他所处的房间 可就在女子往窗外望去的一瞬间 信号断了 女子换了个服务器 为的就是藏匿自己行踪 萨尔非常不爽 警局局长更加不爽 相比萨尔他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受害者 他指出 这样的黑客行径 是对政府权威赤裸裸的挑衅 如果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 底下的民众就会越来越为所欲为 他命令萨尔再当一次卧底 没办法 萨尔只好再次篡改数据 见到了女子 而这一次 女子对萨尔本人产生了兴趣 他觉得萨尔再次找他只是为了撩他 萨尔将计就计 便从女子身上套话 他了解到 其实女子走上黑客道路 并不是怀有什么崇高理想 只是单纯为了谋生而已 实际上 他从来没有见过匿名者组织的其他黑客 他自愿选择加入 是因为想当个不愿回顾过去的自由隐形人 萨尔深受触动 原来因曾经痛失爱子 他也长期深受回忆的折磨 不愿意回顾过去 很快他情不自禁的跟女子鼓了掌 事后没等萨尔裤子穿好 女子就通过萨尔记录中的画面漏洞 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紧接着 一声枪响传来 萨尔赶紧回头 只见女子消失不见 而隔壁房间的同事已经凉了 因为放跑了女子 警局对萨尔很是无语 与此同时 有黑客开始入侵萨尔的视角 报复他 对方在萨尔的视角中插入许多假画面 整个人跟瞎子一样 上街开车时 明明对面没车 结果他还是给撞了 儿子几年前去世的记忆 一遍遍的强迫在他眼前播放 他想调出温馨点画面 结果发现儿子的数据已经全没了 他整个人崩溃不已 来到警局寻求帮助 结果下一秒 上级严肃地告诉他 他已经被指控为谋杀 说完就展示了一段 萨尔射杀邻居的录像 萨尔整个人都懵了 这明显就是黑客的诬陷操作啊 可警局还是不信 他们解除了萨尔的职务 把他软禁在家进行监视 萨尔没办法 于是他只好闭上眼睛假装睡着 然后摸黑走到楼下 睁开眼后迅速打晕监视的同事 警探萨尔被黑客诬陷为谋杀罪 他迫不得已只好选择放手一搏 经过一番努力 他找到女黑客的地址 来到屋内与女子对质 女子解释他根本没有谋杀那些顾客 那是他们组织另外的人所为 说完他给了萨尔自己的记录以正清白 追着萨尔犹豫之时 其他警察赶到了 女子趁机跑掉 萨尔跟其他同事会面 他表示自己认为女子是无辜的 但同事一脸不爽 认为萨尔感情用事 再次的把萨尔监禁起来 第二天萨尔在家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间女子给他打来神秘电话 表示想要见他 说完他黑入网络发了个假警报 监视萨尔的警员纷纷被调走 萨尔警惕起来 可他刚拿起枪 他的视角就瞬间切换成了凶手视角 有人要来杀他了 萨尔回头反击 却被一个人击倒在地 此时女子也赶来 冲凶手开了一枪 凶手把女子撞在镜子旁 好家伙 凶手竟然就是之前的技术专家 原来他早就卧底在了警局中 作为匿名者的幕后大佬之一 他有着病态般的保护隐私欲望 为了不让组织成员资料外泄 他便亲手杀掉了 跟女子接触过的所有顾客 说完他举枪对准萨尔 女子苦苦要求他 就在这时 萨尔通过对方视角预判 举起枪 盲开了一发 而这一下正好命中凶手 凶手慌忙拉上女子想要逃跑 女子不要服从 拼命抵抗 就在两人搏斗之时 萨尔抓瞎跑出来 又一枪预判击中凶手 这下对方彻底凉凉 事后 萨尔洗脱了罪名重回警局 但面对上级的质问 他却主动隐瞒了女子的行踪 之后在一处隐秘的地方 他和女子私下见了面 在经历这一系列诬陷事件后 他终于能够理解 女子想要躲避这个社会的原因 而女子也对其表示信任 他说 自己早就猜到了凶手是谁 为了引对方出来 他那晚才故意来找萨尔 说完 他回过身去 消失在了萨尔的视野中 继续做着一名匿名者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匿名者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